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前两年初的一个嫩粉色 搭上我最近买到的这个琳娜贝尔的挂件 少女青春 很适合春夏 配色还是属于比较有层次感的 极致部分 包括它刺绣部分 做的都是稍微偏深一点的肉粉色 包身外面的话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口袋了 我买的是一个小号 是正正好好可以装下13寸的苹果电脑的 日常如果不需要带太大件的东西的话 它都是很好装的 小个子来说也是很好驾驭的一个大小 内里呢也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口袋的 完全没有自重感 平时放在行李箱里面带出门啊 是很方便的 很随性简约的感觉 因为这款颜色它是环保材料的 它是那种单层的 比较重的电脑放进去 它就是中间会陷下去一大块 包型就会没那么好看 最好是里面一定要放一些包装会比较好 甚至久而久之了之后 布面的这个材质刮坏了 出现了一个破口觉得它的质量真的是有点差 最近真的对琳娜贝尔超级上头 买了两个它的挂件 刚刚这个大家已经看过了 配了那个粉色的龙香包 因为它这个挂件呢它是东京迪士尼发售的 在拼多多上一价找代购买的 大小会比这只睡衣贝就是会大一点 它是穿的是那种粉色的睡衣 侦探贝呢它是更加适合去搭配一些 稍微偏大眼的包 像是一些购物袋啊 或者是小书包啊 天鸟格的一个衣服嘛 搭配性是很高的 像粉色系的这个小贝尔呢 它就会更加的可爱一点 我是搭配了最近购入的这个黑色Nano Speedy的小包包 给整个穿搭增加一些少女感的这么一款 脸也是那种很甜的 而且手感也超级好 跟大家分享一款来自Beaut Today的玛丽真鞋 喜欢复古可爱风格的朋友 就千万不要错过 又好穿又好搭 鞋头是方方的 也是那种浅口的 很好的去露出你脚面的一个线条和面积出来的 是一个方扣形式的一个魔术贴的设计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高度 很好的去修饰你脚踝的一个线条感出来 从侧边看是很显腿长的 方头的一个造型呢 它是很适合脚面会比较偏宽的朋友 就是它不会那么的挤脚 我是一共穿着它出去抱走了至少三次 第一次呢我确实是穿久了之后磨脚了 磨了这边 到后面两次 我再穿它 无论是走多久 脚有多肿 它都不会磨脚 我觉得它算磨合期比较短的 短时间的穿它的话 我觉得是不会太磨的 黑色漆皮的一个皮面褥皱感 会相对于雅光的皮面来说 会比较的明显一点 非常好搭衣服 无论你穿那种学院风一点 甜美少女风一点的小裙子啊 它都是可以很好搭配上的 还是挺推荐大家去购买的 下面呢跟大家分享几件来自 Pattie Studio他们家的衣服 首先呢是最近新推出 跟我很爱的一个博主Suki的联名系列 现在身上上升的这件 黑条纹的白色丝制衬衫 这款衬衫呢也是我当时看Suki视频 就一眼相中 食物收到的时候 它的质感真的是超级超级好 是那种清浮感非常好 很柔软舒适 很适合在春夏这个季节 可以穿得到的一款全能型衬衫 它衣生呢也是做那种 非常不规则的线条造型 长度也是比较偏短一点的 衣生的前面呢做了可以绑起来的 一个漂戴设计 配一个长款的西装裤啊 或者是裙子啊 比较休闲度假风 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件 很日常的通勤的衬衫 然后扎进去搭一个半裙 然后也是很得体 很适合在职场上能穿到的这么一款 它的这个坠感也是非常好的 在袖子这款呢 做了微微的咚咚袖的感觉 挺显瘦的 线条感设计感都很强 会很有时髦度的这么一款 MCD当时跟这条衬衫搭配的 低色的西装绳裤 它的材质我就很特别 它是那种竖条的 有一点光泽感的一个断面 裤身呢是没有做任何的口袋的 前侧呢是做了两个 很小弧度的褶皱 侧边看呢也不会说是凸出来一块 是很修饰我们的大腿的 裤脚侧边呢 它是做了两个扣子 可以把它解开 露出你的脚踝 有弧度的一个喇叭裤的一个造型 它呢正好又是个高腰 整体穿上去是那种 非常非常显腿 长的这么一款 最让我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不容易皱 没有那么粘毛 就是相对来说会很好 打理一点 百搭性也是很强 公主范儿的一款 抛抛袖的小裙子 它这款呢我真的觉得 它穿上去就是那种 小仙女的感觉 当时也是被模特图种草的 一身呢它是那种 非常有褶皱感的那种纱质 是有一点挺厚实度的 这么一款 搭配上不算繁琐的 面积比较偏大的一个紫色 小碎花呢 既不复杂 然后也不单调 一点点弧度感的一个小V领 配的那个扣子呢 也是珍珠扣 有一定路幅度的一个抛抛袖 裙子呢也是那种收腰 有一点点往外扩的一个 A字形的一个版型 非常非常显瘦的 设施上浅的小白莲花的感觉 搭配一些小白鞋啊 小单鞋啊 小凉鞋啊 背个小白包啊 就真的就很好看 分享我在淘宝的购物 可爱的贺本峰小套装 这一套的话 它其实是分开卖的 搭配起来还挺好看的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一套都买了 场合适用度很高的一款 可正式可休闲 可淑女 黑色的一个主色调 拼接了一个白色的娃娃领 很有法式甜美风的一款 袖口啊 包括寻百出啊 都做了扇形的白色刺绣 细节点做的也是很有设计感的 然后搭配了一个这种金色的小圆扣 非常有miu miu风 很全愿感 里面的小黑裙呢 虽然它比较简单 它也很值得买 长度我觉得也做的是正正好 膝盖以上的一个位置 很显腿长 然后又很显腰身 很推荐给大家去购买 自饭诺他们家的一条蝴蝶结裙 也美公主范儿的一条 适合去约会啊 给人记忆感很强的一款裙子 非常收腰包囤 我穿它的时候我都不敢多吃 它就会容易突出来这么一块 它们做的又是那种 比较夸张的一个泡泡袖 胸前呢是做的那种偏大 然后有一定硬挺厚实度的 一个蝴蝶结 它是挺显头小的这么一件 黑白色系的一个配色 它的场合适用性会相对于 前面我跟大家推荐的裙子来说 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它也是那种 在需要它的场合上 很吸睛很好看 也很上镜 适合拍照的这么一件裙子 下面一件呢是一条灰色的半裙 来自咱们的国潮品牌叫做 Lilo 这款呢也是近两年 特别特别火的学院复古风 质感特别好的那种 它不仅是可以搭配 短款一点的针织衫啊 就那种学院少女风啊 或者是它也可以搭配 衬衫啊 做那种休闲的穿搭出来也可以 最值得夸的一个地方在于 它的版型特别好 长度呢是略长一点的 虽然它长 但是它完全不压身高 我在穿它的时候 我会搭配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那双玛丽真鞋 或者是搭配乐福鞋啊 或者小皮鞋啊 去修饰我的下半身 臃肿的这个缺点 很显腿长的 前面做了两个夹口袋的一个设计 在视觉效果上 有一种平腐小肚子的一个感觉 它是很修饰我的腰身的 腰部这一块 它也做了一个小小的金属的一个标 就是很遮肉的一款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款 蝴蝶造型的项链 公然新动款 就是之前呢 它们品牌方有给我寄过 它们同系列的一个耳畔的小耳钉 太喜欢那个耳钉了 然后我就去淘宝 自己去买了这个配套的项链 就真的很好看 虽然它的质感 我肯定不能跟那种大牌的比 但是像日常搭配的话 我觉得它是足够用的 也不太容易变黑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种四角镂空 很有立体造型感的设计 很吸引眼球的一款 但是有一说一 项链呢 我觉得它的质感 都有这个耳钉好 带钻的链链条 是有点轻飘飘的 而且闻上去也是会有一点点那种 铁的一个味道 带钻的链条是有给它减分的 颜值真的是没得说的 它这款项链呢 就很适合搭配一些路索骨啊 比较华丽风的那种穿搭 就可以很好用上这款 因为最近购入的东西实在是有点太多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期的话就跟大家分享 剩下来的一些 我最近购入的很多好用的 国货美妆 下期再见吧 拜拜